从一马公司弊案延伸出来的 篡改一马公司机潮报告案件 前首相纳豆斯里纳吉 与一马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员阿鲁干达 将在星期三被控上吉隆坡法庭 阿鲁干达星期二早上9点30分 被传召到反弹会总部 专对一马公司机潮报告被篡改案件录取口供 他在一个小时后被反弹会逮捕 我的名字是伊万恩登 我代表阿鲁干达 我现在可以确认阿鲁干达 已经被拘捕了MACC 他们会在宫队上将他在宫队上 反弹会过后发表文告 在星期一被逮捕的纳吉 将和阿鲁干达在星期三早上8点 针对涉嫌一马公司机潮报告串改案 被控上吉隆坡地方法庭 纳吉星期一被逮捕后 同一天获得保释外出 二百万人的保释下 日常甚至在视频中 肯定能征捕或许并不可以 我肯定能征捕 情養肥 你什么时候 我自己逮捕 我先是 笔